媽媽和坐在推車裡年約三歲的兒子在等公車 等太久 小男孩不耐煩 媽媽把他爆出 在娃娃機店裡跑啊跑 對任何機台裡的玩具都充滿好奇心 突然 他跑到店內最裡面的一台機台 像是大衛魔術一般 直接消失在監視器中 他 去哪了呢? 男童出現在娃娃機台中 與一合合的模型 公仔 陳列在娃娃機中 無辜的表情相當可愛 但 這不是最新的機台產品 消防人員接獲報案 出動消防車這一幕 讓他們看傻了眼 怎麼會有小孩出現在機台裡 生怕小朋友在密閉空間可能窒息 直接用器具破壞玻璃 前後不到半小時 就將小男孩救出 那隔板其實可以下來 他自己不會 他可以上去 他一定可以下來嘛 有可能他不知道怎麼下來 對啊 那個打開 你從那邊也是可以鑽出來的 取物口長約三十公分 寬二十 身高不到一百公分的小男孩 就是從這裡進去 爬上機台 才會受困 小男孩一流煙 消失在媽媽的視線中 在一個夾娃娃機中發現他 趕緊撥打一一九報案 因為臨時聯絡不上台主 請來鎖匠也沒辦法打開 逼不得已 只好破窗 男孩完全不哭不鬧 而他調皮的行為 讓大家好氣又好笑 記者 李孟章 台中報導 請來鎖匠 李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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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章